你看肖战正摇头晃脑时突然不动 只是因为看到有镜头对着他 害羞的他立刻低头 随后小心翼翼的抬眼偷看 发现镜头还不走干脆摆摆 愿由摄影师对着他拍 而一向面对镜头大方自然的仰望 被镜头对着拍也会有尴尬的手 台下后场的他原本还手舞舞蹈 可发现有镜头后 立刻一脸娇羞无嘴脱笑 还是做个安安静静的美女子的 陈飞宇就不一样了 当他后场意识到有镜头 就立刻开始耍帅 先是调整一下领带 之后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霸奔姿势 脸上还挂着十分自信的表情 难道是想要那种不经意见的风神场面 海青在颁奖典礼上 拉着几位女星演讲 演讲中途海青说了一句 台上的中年女星基本没有棒过什么大话 此话一出 其他女星都是微笑状态 看上去一点不心虚也不赞 只有周冬于脸色瞬间就阴沉 看到镜头这才立刻转变成微笑 难道是被说中了心事吗 内敛的赵丽颖台下后场 一直知道有镜头的存在 于是全程不敢看镜头 只是拽着披肩环顾四周 难道王耀庆说的那句 演员看导演会被导演骂是真的 而陆寒看到镜头就紧张到不行 于是机智的祸水冬了 无垒之笑出来的大牙还没来得及收回 镜头就对过久 这场面那叫一个手足不错 明星素质差距也多大 成龙走红毯看到地上有垃圾 连忙弯腰捡起装进自己口袋 反观时代少年团走红毯 人手一同爆米花 结果怕影响拍照收走时 撒得满地都是 让不少在他们后面出场的女性都遭了痒 金星月云鹏录制综艺时 在说有人都没饭吃的情况下 金星将自己唯一的一根火腿肠 递给月云鹏让他重视信息 而白鹿在跑浪玩游戏的时候 脱口而出冰箱里有碗 众人就哈哈大笑 郑凯更是贵地直呼 冰箱里怎么可能有碗 刘德华拍戏结束 工作人员上前接过他手中的箱子 他反应过来后 立刻双手合适表示感性 而吴谦语和惠英红走红堂 一上场就是一副高傲的姿态 签名是前辈给他立名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顺手接过就去签名 黄磊走在大马路上 节目组装扮的聋哑人上前找他去住 他脚步一点不停是满脸的不耐烦 拒绝对方后静止走掉 曾一颗演唱会迟到半个小时 终于现身后却是打叠打了半个小时 气得粉丝现场提出蜕笔 而当粉丝和他沟通的时候 他的眼里却满是无息 而宋茜面对粉丝的合影要求 因为害怕挡到粉丝境中 直接跪在地上和粉丝合影 起身是明显看出膝带挺疼 他却毫无怨言微笑面对粉丝 刘亦菲出席活动看到有粉丝等的合影 也是不顾工作人员的阻碍转身上前 这才是值得粉丝追捧的人吧 景田对不同男性态度察觉 和张冰冰出席活动 景田身穿草绿色西装白道发光 两人同台互动 像极了正在恋爱的小情侣 景田说你太高了 张冰冰立马就半顿佩服 两人一起扫楼时被急地走得动 张冰冰就很绅士地一直互助景田 这两人说不是真情与估计都没人心 和冯绍峰出席活动 两人一起互动还是挺严的 景田大大方方冯绍峰也很绅士地照顾对方 这女神和大叔的组织 也是可以磕一磕的 当景田和人家伦出席活动 身穿白色挂博礼服的景田气质优雅 和穿着黑丝绒西装俊王有形的人家伦 也是单独 两人现场大洒狗凉 当众上演花式狗迷雾 同时害羞的模样也是很像的 和谭剑次同台演唱 身穿粉色领盒的景田甜美可 和身穿黑色西装内搭花衬衫 複帅十足的谭剑次 形成强烈反差 不过两人看上去倒是很完美 合唱甜蜜对试恋爱的粉红泡泡都快一出品 和徐凯同框接受采访 景田马上夸夸上线 把徐凯夸得既开心又不易 徐凯看向景田的眼神也蛮是蠢蠢 果然帅哥美女同框就是两眼 和陈柏林出戏发布会 两人当场上演逼东林场面 景田一个眼神 就能让陈柏林看得满脸羞腿 上看下看就是不敢和景田对视 这两人也没有CPM